技能比拼 匠心闪耀 世界技能赛场捷报频传 我就是一定要从他们觉得我不行到我行 从技艺传承到创新突破 技能金钥匙如何解锁美好生活 我一定努力 我决尽潜力去冲击这个金牌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张静 今天我们来关注技能成才 两年一届的世界技能大赛 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 中国代表团在今年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 大放异彩 共斩获36枚金牌 位居奖牌榜首位 360行行行出状元 刮逆子剃头发 照样能站上世界冠军领奖台 领略匠心报国的美丽风景 今天的节目 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 走进他们的故事 因为老师是左撇子 然后像你们一般关注手 可能是右手的话 这是苏州五中计时学院的培训教室 年纪22岁的烘焙专业老师 李俊飞正在手把手 教学生烘焙技术 他的另一个身份 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轰焙项目冠军 在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的烘焙项目中 超高的技艺震惊 震惊全场 主题就是FRT它本身就是一个拼接的过程 所以我们就用到了笋毛的结构 将艺术面包的这个造型给它拼接了起来 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教练族决定以笋毛结构制作面包 而这样一个面包的制作过程 至少需要十个小时 首先他们将糖和水混合后煮沸 再加入黑麦粉搅拌均匀 接着擀制成一百多个小配件 并进行低温烘干 最后像笋毛一样 将这些小配件一个个拼接起来 而拼接过程则是整个制作中的最大难点 因为你要把它每一个都做得一模一样 这样你在后续去搭建的时候 它才能刚刚好卡进去 因为面包它不像说木头一样 你做成什么样的它就是什么样的 李俊飞出生在河南的一个农村 18岁之前他去过的最远地方 近是离家几十公里的信仰室 他从未想过凭借对一项技能的执着追求 自己有一天能站上世界的舞台 小时候父母希望他努力学习 将来考上好大学 但上学的过程却屡屡让他感到力不从心 我其实跟不上老师上课的一些想法 可能说他已经讲到这个内容了 我还沉浸在上一个内容 我还没有完全理解透 大概上了高二然后我就已经处学 离开学校后 这个青春懵懂的小伙子并不清楚 接下来该如何选择 为了谋生他尝试进入服务行业 我最开始是先是做服务员的工作 然后大概可能有半年的时间 半年的时间之后 我觉得它不适合我 我想寻找一些相适合的一些 符合我自己的可以学习的东西 就是街边它会有一些烘焙店 烘焙店的话 其实它是会有一些味道出来的 就你走在街上 你都能闻到这些香味 所以当时我就是觉得还不错 可以去学习一下 然而李俊飞告诉父母 自己想去学烘焙时 却遭到了反对 在父母看来 男孩子学烘焙 并不是一条理想的出路 说你不适合这个行业 但是说我就是要证明给他们看 我就是一定要 就是说从这个 他们觉得我不行到我行 到我可以走得更高更远 最开始李俊飞一直在烘焙店学习 2021年 苏州市吴中济师学院 开设了烘焙专业 李俊飞无意中看到学校的老师 制作面包 并获得了世界冠军 性格内向的他 做出了让周围人意想不到的决定 跨越千里到苏州拜师学艺 我们有一个公众号 然后他就在公众号上面 进行了一个留言 然后他想试一试 然后他就过来了 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在 这个对外招募的 但是很少有像他 有这么勇气的去迈出那一步 尽管当时李俊飞的水平 在众多学生中并不突出 但老师们被他对烘焙的热情 所打动 蔡野招决定收下这个徒弟 从柔命开始 蔡野招带着他一点点提升记忆 经过两年多的刻苦训练 李俊飞逐步过关斩将 最终被选拔进入省队和国家队 成功战胜了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 近年来 我国加快建设完善 包括选拔集训参赛奖励 使用升学等在内的 世界技能大赛备赛参赛工作体系 在人设部门的支持下 苏州全市各个技工院校 纷纷投入资金 设立技能比赛基地 专门培养一群种子选手 我们这个世界技能大赛 中国集训基地 是从2021年开始成立的 然后其中设立了三个项目 一个是烘焙 一个是唐义西点制作 还有一个是西餐项目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唐义西点制作项目的集训基地 在这次世界技能大赛中 荣获金牌的另一位冠军选手 刘新如正是在2021年 赶上了技能比赛基地的成立 他从电子信息专业 转向了自己更感兴趣的唐义西点 我们当时还是作为 电子信息的学生有幸 然后来参观了一下 我就觉得看到了以后的目标 梦想的那种 就就是在心里面有了一个种子 播撒兴趣的种子 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热情 是技能基地成立的初衷 学校聘请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担任教师 同时像李俊飞 刘新如 这样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 也留校任教 短短几年 基地便产生了显著的品牌效应 学校培养出三名世界冠军 招生人数从2021年的946人 增长到2024年的1,252人 增幅达到32% 很多的家长 学生命名而来 家长的这个想法可能也变了 不是说像以前说一定要去读高中 然后考大学 然后怎样 其实我们技能 技工院校 是另外一条赛道 通过竞赛 以赛出教 赛教结合 这样一种方式 那么以我们的冠军团队的金牌项目 来带动其他专业的一个共同发展 以赛出教 是一种以实际需求 驱动教育改革的有效方式 从2018年到2023年 苏州全市技工院校 新增设专业44个 新增技工院校两所 目前全市开设招生专业80个 除了烘焙 机械制造等传统专业 学校还积极培育 符合苏州产业需求的新专业 推动技能教育与行业发展 紧密结合 中国技能人才在世界技能大赛上 取得耀眼成绩背后 凝聚着参赛选手们的不懈努力 和对匠心精神的执着追求 也得益于我国技能人才 培养体系的不断完善 自2011年以来 我国已经连续五届参与这一赛事 并屡次取得优异成绩 这不仅推动了国内职业教育的发展 也激励了更多年轻人 投身于专业技能的学习与提升 我们接着来看记者的调查 精细木工项目 是世界技能大赛的传统项目 我国也连续四届派出选手参赛 今年的竞赛项目规定 参赛选手必须在22小时内 现场制作一个门窗 包括绘图 制作 组装和打磨 四个模块 21岁的黄波林来自广东 虽然年轻 但是大赛经验丰富 赛场边人来人往 他却丝毫不受干扰 沉浸在自己的作品中 在经历了紧张而煎熬的 22小时熬战之后 黄波林取得了我国 在精细木工项目的第二枚金牌 实现了我国在该项目上的成功卫名 半个多月后 记者在广州市清宫计时学院的 训练基地里见到了黄波林 对于夺金时刻 他记忆犹新 没有流出来 但是真的眼睛里面就是已经在打撞了 我当时上台也是喊了一声 就对着天喊一下 真的是把心中那种压力 就是积累的这些不干 然后就释放出来了 精细木工项目最大特点 在于精细二字 损某结构不能太松 也不能太紧 要做到严丝合缝 这需要选手在绘图时 就要做到线条清晰均匀 尺寸准确加工到位率高 选手之间比拼的都是毫米级别的真功夫 在精细木工里面 一个很微小的小操作 也是需要专门的练习 专门的去琢磨 所以我觉得精细木工项目选手具备的是 要从一个初心到一个转变成一个细心的过程 是非常的难熬的 那这是第一方面嘛 然后第二方面呢 是要有持之以恒的这个心态 还有一个精益求精的这个工匠精神 黄柏林告诉记者 比赛的难点在于内损表面 必须光洁且没有毛刺 损毛外缝隙 要求在0.2毫米以内才能拿到满分 仅比一张A4纸厚一点 这三条尺子中最薄的一条厚度 仅为0.2毫米 比赛评分环节 裁判会使用这条塞尺 对选手作品的每条缝隙进行测量 缝隙越大失分越多 而短时间内 要将每块木块的工艺误差 控制在0.几毫米内 还要完成打磨精细度 领先全球水平的效果 黄柏林靠的 不仅仅是赛场上夺冠的信念 更有平时日复一日的客户训练 每一步都需要惊喜 无论是在绘图 还是在制作损接的时候 还是在你后期组装打磨 这些都是你要去控制的 因为你一不小心 你就会把那个尺寸点去磨没了 其实都是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经历了四年多的一个训练时长 最后我们的训练的成果 得到了在国际试赛上面的一个金牌的认可 那也是证明我们的训练的一个方向是对的 宅子熙曾经的国手 黄柏林的教练 他今天给徒弟黄柏林 带来了一份神秘的礼物 把带着金牌的照片挂上这面荣誉墙 是这对相差五岁 一师一友的师徒早在四年前就立下的约定 当时宅子熙刚刚在第四十五届世界技能大赛中获得优胜奖 回国后他接到了学校的聘请 成为了训练基地里的一名教练 黄柏林就是他带的第一个学生 所以他对黄柏林寄予厚望 冲击试赛金牌是师徒俩四年来的唯一目标和心愿 一步一步从零到今天是他把我带出来的 我也是承载着大家的这种一个期望 去冲击这个金牌 压力肯定是要有 因为我觉得压力跟你的收益是成正比的 所以说你这点压力承受不了 那你将来怎么去夺这个金牌 我说好 我一定努力 我决尽潜力去冲击这个金牌 黄柏林的父母经营家具店 从小而如木然 让他对木工工艺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2016年他初中毕业 父母让他报读气修专业 但他坚定地报考了技师学校的家具设计与制作专业 因为我想自己做完了创业也可以 或者是我家里面自己做家具 我自己会 我可以自己做 广东是中国家具产业重要的生产流通出口基地 家具行业是当地的传统优势产业 黄柏林的理想是沿着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坚定走下去 深耕家具制作创作从工匠成长为大师 黄柏林的成长故事是当地技工教育成果的一个缩影 目前广东共有技工院校148所 在校生规模达66万人位列全国首位 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2019万人 其中高技能人才722万人 面向重点产业 我们是用产业大数据分析平台来动态跟踪 现在产业转型升级的人才和岗位的需求 然后围绕这个岗位聚集的产业人才需求 我们再做专业的动态调整 我们先将手放在地上 你可以手再往前放一点点 觉得重心不对 它再调整一下 然后就起来 然后就保持重心的稳定 秦惠 21岁 来自广西 在今年的世界技能大赛美容比赛项目中 他凭借独特的身法和手法 以精湛的技艺征服了裁判 为中国赢得了一枚银牌 和很多获奖选手一样 他回国之后转型成为教练 开始传帮单 为下一届参赛选手提供指导 按摩是美容比赛项目中一个重要项目 这种训练方法能够将身体的力量集中于手腕 以弥补手掌力量的不足 身体的力跟手的力其实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浮于表面 一个是沉于皮下骨折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这些日复一日的训练 最终帮助他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上退而出 对肌肉太熟悉了 就是可以不用睁着眼睛都可以 闭着眼睛都可以按出来 他这个肌肉是哪里 然后可能会有什么问题 美容比赛不仅考验选手的按摩技术 还要综合评估美容 美体 美发和美甲 等多个方面的专业技能 为了在方寸之间的指甲上画出精美图案 勤会夜以继日地学习美术基础理论 经过超过十万次的练习 才能将每个线条画得细弱油丝 流畅如水 同样 为了在彩绘 护理等项目中 做到精益求精 他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休息时间 全身心投入训练 因为技术都是要靠练出来的 其实一开始说有天赋 其实也没有 都是后面一点点练出来的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的美容集训基地 是国家级培训基地 每年都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拳手 前来集训 眼下 秦桧正和其他教练一起 研究全球各地的优秀美容技法 并结合中国的太极 将柔韧与力量 完美融合 不断开发出新的美容技术和手法 全国的医学美容师资培训 那我们一旦发出 我们有这个培训的通知之后 那各大高校的 有这个专业的老师 他都会去积极地报名 所以基本上75%以上 70%到75%以上的 各大有医学美容专业的老师 都是受我们培训的 得益于世界冠军的示范效应 和榜样作用 以及完善的教学培训体系 这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 技艺精湛的优秀人才 为有志于技能发展的年轻人 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舞台 企业抢着 还没有毕业呢 企业就一天开始来了 工资8000到1万左右 那北上广 北上广那肯定就高嘛 1万家那肯定是正常的 无独有偶 在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 获得美发金牌的田飞红 选择留在学校当老师 回想起自己如何走上美发之路 田飞红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我就看到了 聂丰老师身皮肤新红旗 然后站在了最高的年轻台上 当时我就非常的触动 当时我就在想 美发也能成为世界冠军 六年前高中毕业后 由于没有一技之长 田飞红只能到建筑工地当小工 辛苦的经历让他深刻意识到 只有掌握一技之长 才能为自己创造更好的未来 拉钢管呀搭架子呀就是这些 刚好也是七八月份 然后就是太阳太大了 然后就是当时那个时候 也是这个皮肤呀 然后这些都有被灼伤 榜样的力量 让田飞红看到了希望 他毫不犹豫地辞掉了 建筑工地的工作 来到聂丰任教的 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 学习美发 让田飞红没想到的是 美发看似简单 实际上却极为复杂 首先需要根据顾客的气质 脸型和头型设计出 吸引人的造型 然后运用不同手法 实现造型 包括局部设计 倾斜度调整 颜色搭配 及日常打理的便利性等 他意识到 掌握美发技能并不容易 这个盘发的话 其实它对我们手的 灵活度是非常高的 然后我们男孩子嘛 就是手 平时之前也喜欢打打球啊 就是手它就是不是那么的灵活 比较硬 对 比较硬 然后每天走路啊 我都会一直这样去 练自己的手指 让自己的手指灵活 然后也会经常去掰呀 就是给它拉拉呀 就是让它更加的灵活 长期枯燥的训练 让田飞红感到身心疲惫 训练中的重复动作和严苛标准 又是令他倍感压力 甚至一度萌生了放弃的念头 就在河边坐了一天 然后就是坐了一下思想斗争 然后因为我农村家庭出来 然后我也是想就是 技能改变命运 因为我也是看到了 就是我的师父嘛 聂方老师 他就是他也是技能 就是改变命运 就是成为世界冠军 然后我想 如果我能成为世界冠军的话 我就可以改变我的命运 我觉得他特别地吃苦代劳 真的 就是一般来说 可能你布置一个任务 其他的选手 可能练五个小时 练十个小时 练累了以后 可能就休息了 但对于他来说 他可能就是 你让他练十个小时 他练十五个小时 这是美发行业必练的 古典吹风造型 要求只能使用剪刀 造型师需要将底部剪得平滑无痕 与上方的黑白相间部分自然过渡 直到完全实现黑色 完成这样的造型 一次需要四十五分钟 因此 只有通过每天多次的练习 才能保持熟练的手感 与精准的技术 以前剪这个头发 纯手工剪的时候 就把它下边剪完 这个手已经酸了 就感觉都快抬不起来了 起初天飞红在制作发片时 必须借助梳子来确保效果 然而经过长期的练习 他已经能够不依赖梳子 灵活运用手指 独立完成高质量的发片 天飞红相信 勤奋的练习 可以让技术不断提升 掌握扎实的基本功和造型设计技巧后 他现在能够随心所欲地进行创作 能给他做出多少种造型的话 我可以说可以做出无数种 每改变一个点 他可能做出的感觉都不一样 千功一循 一技难求 精益求精 心火相传 正在成为重庆各大技术院校的新风潮 在崇庆建筑技师学院 刚刚获得世界技能大赛墨辉 与隔墙系统金牌的雄手欲 正检查自己新建隔墙的误差率 500零误差 200零误差 刚开始做的话 两三个 两三个好 然后到现在的话 我们基本上做的话 尺寸它是达到零的话 是很多的 靠着过硬的基本功 雄手欲在今年的世界技能大赛中 通过分析图纸 用青钢龙骨搭建结构 倒用石膏板进行隔断 墨辉图示 立刻群雄 最终获得金牌 回到重庆后 他放弃了装修企业 每月五六万元的高薪聘情 选择加入母校 成为一名教师 自己对这个地方是留有感情的 然后想着自己 用自己的方式 来回馈这个培养我的地方 雄手欲在世界技能大赛上的卓越表现 点燃了新生们报名参赛的热情 他们渴望通过参与竞赛 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 锻炼实践能力 并在这个平台上 展现出各自的才华与潜力 现在已经有好多小孩 在联系我通过班主任也好 还有他们有的直接就联系到我了 然后就说想加入进来 进入这个团队 我就说那不行 咱们军训得先弄完 然后我们再进行选拔 然后考核看你有没有这个毅力 实际上干这个狠心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一个 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技能竞赛体系 通过以赛促学 以赛促训 以赛促评 培养优秀的专业技能人才 目前全国技能劳动者已超过两亿人 高技能人才超过六千万人 越来越多的技能人才 正在以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 积极参与到社会建设中 他们用实践证明 技能不仅是个人发展的金钥匙 更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力量 感谢观看